此次瑞芳区公桥里里长补选 共有两位女性角逐 最后由社区理事长朱晋琦 以四票之差顺利当选 朱晋琦虽然第一次当里长 但对于里内事务不算陌生 其丈夫也曾任多届里长 当时在身边也学到很多 他也很感谢这次里民的支持与肯定 很高兴这一次当选了公桥里的里长 也很谢谢里民给我的肯定 这边就是山上的地方自来水 比较难上去 所以我希望就是让公桥里 比较住在半岭路的里民 大家都比较有水 那就是促进公桥里的观光 大出坑小出坑步道 让大家都知道公桥里有 这个很好的风景及步道这样子 公桥里里长当选人朱晋琦就表示 上任后一样秉持着照顾地方长者为优先 并广设里内简易自来水 让人人游水可用 另外也会推广地方景点 让更多人认识公桥里 那区长今天是来我们公桥里这边 那今天最主要是我们公桥里长 他朱晋琦女士当选我们公桥的里长 那区长这边来代表市长来给他祝贺 那也了解他对地方事务需要协助的部分 公桥这边要全力鼎力来相助 瑞芳区区长杨胜敏今天也道府恭贺 这位新出炉的里长 同时也表示朱晋琦在任社区里市长期间 对于地方长者共参及照顾上进行尽力 现在担任里长任总道远 不过公所都会给予里长最大协助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